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二十六岁 在家排行老二 我打小就有力气 班上拔河 我总排在绳子的第一个 哥哥在工地上打架 妹妹在学校遭容欺负 哪有危险 哪就有我 苏静 谁叫我有劲呢 目前我在一家本土公关公司 担任SAE一职 在别人眼中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领 逛街得国贸 吃饭得西餐 要住两居室 出门得打车 业余还得健身 其实做公关这个行业 压力可想而知 每天都在打仗 跟同事打仗 跟客户打仗 跟上司还得打仗 每老小都不得打仗 每老小都不得什么 我都買到这些 在柠檬里 Lake 每个产生里都会被摘 这个会呈到 自我还是小都不得 就能优优独播 本人的心 是 它 算是 人的 都不得 独播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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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有的时候 也得为自己的好姐妹打仗 不 今天你要为自己来打一场仗 什么意思啊 人家不来了吧 过来咱回去吧 事过了几分钟 等等 没事 她怎么在这儿啊 这事我还得问你 你还问我 不会 她是来和 是的 她妈妈刚才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这事已经确定了 你来相亲 你怎么不搞清楚 相亲的人是谁啊 亲爱的 我跟冯小春还没分手呢 要不是我姨妈逼我的话 干吗来啊 我就是走个过场 谁能弄清楚啊 你现在怎么办 是逃避哪儿 逃避哪儿 逃避哪儿 你确定你不是要认真相亲对吗 好 一会儿什么都别说 听我的 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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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您好 我 我是 她叫苏静 我叫余思 你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来来来 请坐吧 好 好 这是我儿子 张鹤铭 你好 鹤铭你 知道 张鹤铭是吧 能在这儿遇到你 我真的特别高兴 我也是 坐吧 坐吧 马上个厕所了 刚来 忍一会儿 你们想喝点什么 点点饮料什么的 阿姨 张鹤铭帮我们点吧 可以吗 张鹤铭 好啊 两杯柠檬汁 我们实在太默契了 阿姨 我特别喜欢喝柠檬水 那太好了 这说明啊 你们有缘 今天呢 主要是你们两个见面 好好聊聊 不 我们 我们没事啊 那行 你聊吧 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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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不聊吧 你无聊不无聊 我是挺无聊的 好好 她不聊我来聊 是这样啊 你的情况呢 你的阿姨大概也 跟我们介绍了一下 我觉得挺满意的 所以今天才特意约你们两个 出来见个面 阿姨 我觉得见面特别好 这耳听为虚 见到人了呢 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吗 张鹤铭 你看 这孩子多会说话呀 我们家的情况呢也特简单 地道的北京人 我是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他爸爸呢搞音乐的 音乐教授 阿姨 这就不用说了 我们是来相亲的 又不是来查户口的 对对对 主要是你们两个聊 赫铭 谁手机响 垃圾短信 不好意思 我们赫铭的条件呢 你也看到了 周边人都说 我这儿子长得还算挺帅的 就这样啊 不帅吗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失礼了 失礼了 这刚才碰你熟人 拉着我聊起来 没完没了 我是张正茵 是赫铭的父亲 您好 叔叔 您好 您 你们认识啊 不不认识 就是看着面熟我 认错人了 对不起啊 来 你爸坐 坐坐 什么事都怪 好了 我们家赫铭的条件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本地女孩 我们并不是对外地人有偏见 主要是觉得将来生活在一起啊 很多饮食习惯啊 交流方式啊 还有在一个城市各方面呢 都比较能够好沟通 再说远一点 万一将来有了孩子 那两边老人也可以轮流照顾去 你说是不是姑娘 是 阿姨说得对 但我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太现实了 这个也是您儿子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就是我儿子的意思 有一点我必须强调 从小到大 我儿子特别地孝顺 是吧 对对对 他这特孝顺 这点都是随我 其实孝顺是好事 阿姨 我的前男友呢 他也特别孝顺 他就是因为太听他妈妈的话了 所以呢 离开了父母之后 什么都不会干 你说这种男人 我能嫁吗 张鹤铭同志 你像鹤铭呢现在呀 就在一家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里面 当H2 而且工作前途特别有发展 我们家呢 也有房 有车 平方也是房 最近拽下车 不行 我受不了 不是 你的 我肚子受不了了 我必须得上趟厕所去 你不上厕所呢 我去干吗呀 对 我自己去 自己去 这孩子呀 从小就这样 一紧张呢 就内急 要上厕所 对对对 也是随我 我在命药科有认识的大夫 要不要介绍给您啊 我 这姑娘真会开玩笑 我儿子没毛病 身体好着呢 阿姨 我看您也是实在人 咱们今天呢 是奔着结婚来的 那就长话短说吧 这北京人办婚礼呀 最讲排场了 首先婚房 我觉得得三环一礼 而且不用太大 二百平米就可以了 而且我希望婚后 不要跟老人住在一起 那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 住在一起都不方便呀 您也是大学教授 您该能理解的对吧 第二 这车虽然是代步工具 但我觉得也不能太差 什么奔驰啊 宝马啊就可以了 第三 这婚戒呢 我觉得起码也得两个拉几条 至于别的什么酒店呀婚庆呀 就按北京人的规矩办 等等等等 你 你一口一个 你们北京人北京人 难道你自己不是北京人吗 不是啊 你不是北京人 我不是北京人 可阿姨怎么说你是 我从来都没有说我是北京人呀 阿姨 我觉得吧 不管是外地人还是北京人 也不管他有没有房子车子票子 只要两个人相爱 这就足够了 您觉得呢 好了 我觉得 我们也没有聊下去的必要了 那我就先走了 阿姨 叔叔再见 有事不得给我 走 我给你 你去吧 我给你 这他讲的是什么话呀 这第一次见面就跟咱们要这个要那个 那以后要真结了婚的话 指不定要什么呢 我觉得这姑娘讲话倒是很实在的 现在就这风气 年轻人都这样 我还没问你呢 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在哪儿认识她 我就是觉得面熟 好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于是呢 在北京也算是 响当当的人物了 但是我今天不得不佩服你 说话太有水平了啊 我刚才会不会太冲动了 我这不有过分啊 怎么会啊 她可是你男朋友 她明明背着你相亲啊 而且她妈妈 在你面前还口口声声地说 要找一个北京的儿媳妇 这事放在谁身上谁受量 那现在怎么办啊 你管她呢 这事是张和鸣惹的祸 让她去解决 我们现在回家 走了 她肯定会去我家找我的 不会的 因为是回我家 走了 真是 真是 走了 走了 我就跟您说吧 相亲这事不靠谱 百害无一利 唯一的好处就是 以后婚姻出现问题 您可以把责任推给媒婆 走了 赶紧 买单 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你别走 你买 这点倒是随了你了 喂 小晴 姐 是我 你怎么样啊 姐姐 我挺好的 我快毕业了 想来看看你 顺便找个工作 来北京找工作 小晴 你有理想呢 这是好事情 姐姐也不反对 但北京 不是你说想来就能来的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遍地黄金随便捡 这些名车呀豪宅 跟我们没关系 你这就在老家找个工作 好好的 陪着爸妈挺好的啊 姐 你就别吓唬我了 我在网上都看见了 再说我只想过来闯一闯 我觉得我运气肯定不差的 再说不还有你嘛 你姐姐我呀 现在工作压力也特别大 当初的那些梦想呀 早就被现实放飞了 姐 我从小到大 就没离开过家 而且我现在快毕业了 就想出来见见世面嘛 再说我真的想过来看看你 你看我你随时都能看 但是找工作这个事情啊 我觉得咱们再商量商量 行了啊 你们就先在家好好照顾爸妈 回头再说吧 给我打电话 谢谢姐啊 晓芹 她干吗 死机白咧的 要跑到北京来混 只允许你来追求梦想 就不允许我们家晓芹 来追求梦想 那能一样啊 走吧 说这介绍对象的人也真是不靠谱 介绍她叫什么女孩啊 一见咱们面又谈房子又要车的 她以为她自己是公主吧 你说咱们家贺明 工作又稳定 人长得又帅 配她那是绰绰有余 我这跟你说话呢 那不理我呀 对对你说得是 这那天这一面女孩是有点反常 不过我想她平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吧 对了 我还忘了问你 你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在哪儿认识她 我 她实在想不起来了 反正好像是见过一面 吃饭吃饭 贺明呢 出去了 来电话说 不回来吃饭 整天就知道在外边瞎疯 行了 咱吃饭吃饭 都累了一天了 吃饭吃饭 不想吃 这志气都吃饱了 哎呦喂 我的老婆大人 请你吃饭 好喝好啊 吃你的吧 哎 我回来了 好喝也好烦啊 怎么了 吵架啦 小爱的 你说 你都已经这样了啊 还这么三八这么好事 你真是我的好闺蜜 哎呀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冯小春以外 好像没有人 哪个人 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 死记贝勒地缠着吧 你知道吗 他居然还要考研 他已经考了多少次研究生了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后来我以为他放弃了 终于不考了 他都二十七岁了 我好想跟他说 别学了 学习世界之光 请您节能 想一想 还挺快的 你说那个时候他追你 你死活都不同意 你看你现在 来得好那么久了 我还不是因为 他那时候一听一封情书 我被感动了 要不 要不是的话 我 我这么漂亮 我怎么会看上他那个木头啊 而且是那么丑的木头 你们家贺明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 我才不接 不接就对了 江贺明的妈妈这次 是有点过分 我都替你生气 你说这个 谈恋爱 怎么就这么烦呀 不行了 去睡觉了 你也早点睡啊 其实这才是我的真正的生活 这才是我真正的生活 可谁知道这几年 我到底是怎么过的呀 睡觉 身为白领的五个要求 其实我一个都没达到 住的两居室 我住的其实是个三居室 只是另外两间都不属于我 逛街得国贸 我公司在国贸 上班下班自然得经过国贸 出门得打车 有的时候起晚了迟到了 你不得不打车呀 吃饭得西餐 这个嘛 我今天的早餐就是 云脂蛋超薄碎酥 铁板Q饼加麦香脆饼 其实就是煎饼果子 他叫于瑞是鱼丝的大哥 也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白手起家 凭着个人的胆识和独到的眼光 很快就在行内打出名堂 睿智 潇洒 行事果断 作为众人眼中的钻石王老五 发明在外 不过这一切 与我这个大公仔无关 相亲想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 相亲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还是要多留心你身边的人 也许你会发现 优秀的男人 就在你的眼前 好 气死我了 小山 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最近好不容易看中医房子 社保不够 五年买不了 你晚上又没有空 陪我去看看房子呗 不行 我 我确实一点事情 陪不了你 你昨天怎么老这么忙呢 你没找贺民吧 没有 别的事 我才不信呢 我跟你说 我也要像你一样 找一个北京男朋友 最好还得是有车有房 让我一嫁过去 就能当少奶奶的那种 想太多了 你不听我说完呢 余总 你去相亲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别提啊 怎么了 闹病流 那正好啊 我这个钻石王老五坐在你面前 考虑考虑呗 您可别开玩笑了 我哪敢呀 那算了吧 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明白 当今的社会啊 像你们俩这样的大美女 居然沦落到去相亲 现在年轻人真不懂事啊 像我们那个时候啊 只要看顺眼就行了 现在呢 还要房子 车子 票子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您认识的人这么多 经验这么丰富 您就不能给余子介绍个好的呀 什么我经验多 没大没小 你跟男朋友到底怎么样了 我的事情呢 就不用你背心了 我会解决好的 这件案子赶快去弄好 您这跳跃也太快了吧 行 我知道了 那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出去了 肃静 你以后呢 如果有什么新事 可以照我聊 包括我妹的事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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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找你女朋友去 好 女朋友在这儿呢 你有女朋友你还去相亲 你要不要脸 那你承认你是我女朋友了呗 没正形 是 而且我一没正形吧 连头疼都是偏的 老婆我错了 真的 当然了 这也是被我妈 烦得不行了 我才陪她去演这出戏的 但是没想到这么巧就碰到你跟余思了 对呀 怎么就这么巧啊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啊 除了非你不娶这事之外 好像其他都告诉你了 讨厌 好吧 你看 这是十一朵玫瑰花 代表着我对你的一心一意 你都不知道啊 我在大街走的时候 拿着花 别是女的我连看都不太看眼哪 你要不看 你怎么知道她们是女的呀 我说错了 是边的女的 连看都不太看我一眼哪 来 收下吧 收下了就当做你不生气呢 帮我拿 根本不是生不生气的问题 你老跟我说 什么现在是事业上生气 还要再等几年 我们俩都多大岁数了 要等几年呀 再说了 我算看出来 你妈根本就没打算找个外地媳妇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吧就是 这工作 咱不是得慢慢地渗透而做吗 康战还得八年呢 对吧 再给我点时间 我保证短时间内 我肯定把你光明正大的 带到我们家见我爸妈 行吗 什么时候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可以去你们家 告诉你妈 我就是你好了三年的女朋友 而且我们家不是北京人 现在我父母在农村 还干农活呢 我还有个哥哥 一个妹妹行吗 你妈要是不同意 我们俩就吹 别说气话 怎么又说气话啊 不说气话 老婆你看 我答应你的事 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 对不对 还有 一见钟情 再而衰三而解呀 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这颗屌丝的心 就完全被你这个女生 给俘获了 咱俩的组合那可谓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别老说什么吹吹吹的啊 万一真吹了 那天底下所有屌色的心呢 那还不得碎得跟蒋头下似的 我呸 那女生呢 我看我就是女神经病 看上你这个人了 人家都羡慕我 结果呢 我整天躲躲藏藏的 我见不得人啊我 我知道 这些年委屈你了 我保证 我会用以后的所有时间来补偿你 这辈子不行下辈子 这辈子我就够倒霉了 我才不要下辈子 下辈子不要见到你 你孩子 人杀可不能复生哦 讨厌你 爱你 赶紧回家 赶紧回家 不用看了 肯定是你妈赶紧回家啊 那灰姑娘还十二点才回家呢 你倒好八点不到你妈就催你 现在哪有人八点就回家的呀 灰姑娘十二点回家 灰太郎不八点就得回国了 再说了都怪你 你要早点回来你不就 怎么能怪我呢 不是不是 每当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像个小三 瞎说什么呢 我外面还不止一个呢 我 拿你了 你赶紧走走走 你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了 干嘛 我想你 好 喂 妈 早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还想过两天给你们寄点吃的呢 其实啊 我给你打电话也没啥事 我的意思就是告诉你 别往家寄东西了呀 你留着自个儿吃吧 你要是真孝顺的话呀 你就把那些东西折成嵌 你寄给我 我们吃那些东西也糟蹋东西了 啥叫糟蹋东西啊 那你和爸那么辛苦 那寄给你们寄点好吃的 补充补充营养呗呗 你给我们寄的那些好东西啊 我们俩都舍不得吃 你爸呢 把它都送到镇上的小潮室里 都换颜柱了 行 爸 竖着 周上啊 喂 女儿啊 我都戒烟了 别听你妈的 我跟你说个事 隔壁云婶啊 给你哥介绍了个对象 过两天就见面了 你想跟人家亲亲见面 你怎么也得刷刷房子呀 给你哥买套衣服啊 也得预备个红包吧 当年呢 咱们家房子也没盖呀 你哥那腿也没看 都是为了你上大学呀 现在你哥遇到点困难 无论如何 得让你帮帮他呀 行 这大哥能找到媳妇 这是好事啊 爸 妈 你们也别着急 我呢 先给你们寄去一万五吧 但你们要有需要 再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等会儿你跟你妈还说吗 好 苏静 聊吧 挺赔钱的 行了 聊吧 聊吧 好 苏静啊 苏静 让你嘴硬吧 在爸妈面前夸下海口说 自己一个月挣两万 其实拿到手撑死也就一万 再减去四县衣经房租水店 外加日常花销吃穿 零用钱只剩下四千块了 还要每个月给家里寄生活费 给没结婚的哥哥存钱 这下所剩无几了吧 来说吧 经营了 现在是一个人 一厘子 香港的电 direction 她就发现了 事实该是在之前 的生命里面 听见 第2个日常见 这件事情 已经是一个人 先把我们学里面 老太然 硬贤 不来 如果我们学习 就像不一样 那样 小费 这个人 不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妈 我是公司加班呐 是 哪儿 不知道是谁 你这把狗带公司来了 我正坐司机还能坐呢 喂 那个谁啊 小玩 你赶紧呢 把你狗看住了呀 您看吧 我这多忙啊 不仅要管人事还得管狗事 先动着吧 挂了 什么情况不是不让养狗吗 王爷 养了 放什么车 等一会儿 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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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个酒快没了 那我就敲什么敲 我要上厕所 憋着 马上来了 马上来了 谁让你说马上来了 早着呢 敲什么敲 敲什么敲 敲什么敲啊 你说我敲什么敲 门上写着字都看不见呀 我们俩在里面洗澡 你是不是嫉妒我们俩 我嫉妒你们干什么 水是我烧的 你们怎么在里面浪费水啊 有没有功德心啊 说累了吗 说累了喝点水 闭嘴 我说你真把这儿 当自己家了 知不知道合租公寓 热水器是公用的 你说像一种有钱大白领 打工都住在一起干什么呀 有钱去住大别野 那又有实的那种 闭嘴 你看你喊店 你投个呼噜呼噜 你 明哥 明哥来了 回想后我们这两口 站着怎么着 我吹公寨 吹什么口 吹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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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人愿意 在厕所门口呆着呢 媳妇 你洗你的 我给你盯着 喜不痛快咱回家洗去 咱家三十一厅 楼上楼下四个厕所呢 一个洗澡 一个洗头 一个洗脚 剩你一个 我们就不洗了 我们流着水 我们听着哗哗声 我们过瘾 真正 又有人欺负 是不是男人了 快跪下 你干什么呀 搬家 来 早跟你说过 不跟这儿住 你跟这儿受这个呀 行了 戏演得差不多得了 还演呢 我还真不演戏 你是我老婆 我可不能让你受这委屈 我给我妈打电话 咱们搬家住去 来来来 我前两天跟你妈见面 闹成那样 我 我怎么去啊 其实你妈难同意吗 那再怎么着 那我给你一个人租一个房子 行不行 钱我出 消费那个钱干什么 其实平时他们也挺好的 没有那么多的水 今天你们干好透气了 气死我了 我不是不让你来吗 怎么又来了 不是 我要不来我还看不见这一幕呢 还不知道这俩白衣是这样的 小点声 静儿 今天我就跟我妈 把这事挑明了 妈 回来了 弄坏了吧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的 饭菜都给你热好了 来 赶紧吃吧 好 熊肉炒鸡蛋 不行 我还没洗手呢 那毛巾擦擦吧 燃羊肉 妈 我今天想跟您说个事 你先别跟妈说事了 我还想跟你说呢 我今天啊 跟你爸参加了一个老战友的聚会 按理说这种聚会 应该是特高兴的事 结果我们在那儿啊 越坐呢就越坐不住 你猜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首先 我们听说老王的孩子已经结婚了 而且马上要生小孩了 你邓叔叔家的孩子呢 也已经当上处长了 对了 还有那个老刘那孩子 从小学习特别不好 人家也已经出国了 看看人家这孩子 再看看你 您不知道啊 茫茫宇宙中啊 有一种神奇的生物 这种生物呢 不玩游戏不聊QQ 天天只知道学习 回回年级考第一 这种生物 可以九门功课一块儿学 考清华望北大 考硕士博士圣道士 甚至还可以升级黄金白金水晶级 这种 这种生物 它琴棋书画样有精工 甚至还会刀枪剑极 抚越勾察 它是团圆当的公园 以后还能知道 地球为什么会这么圆 这种生物长得好看 写字好看 成绩当然好看 就连手指也都是双眼皮的 它是谁呀 我告诉你 它就是感动中国二零一四十大人物之 别人家的 这么多年就是一个贫 反正我要跟你说就是 人永远要往高处走 水呢永远是往低处流 不吃了 没胃口 好好好 妈不说了 行了妈 吃吃吃 我哪有这样的 这是吃吃饭的 你这上课了就 不说了 你卓叔叔一家回来了 卉娜也跟着回来了 谁 卓卉娜 哪个卓卉 卓卉娜 就那小丫头啊 今天啊他们没赶上聚会 我跟他们约好了 改天呢大家一起吃顿饭 你一定得来啊 行 是挺大的 emergencies 是挺大的 这么个人 我说你 你觉得ikes 这儿 处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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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好 阿姨好 你们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们刚回来 好久没见 都长成帅小伙子 真是 杨茜茜一上来就夸我 虽然说的是实话吧 这小子 这孩子还跟以前一样 幽默 聪明 幽默那肯定是随了我爸了 聪明随了我妈了 对吧 贺民现在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对了 爸 今天不许跟我抢啊 我买单 好嘞 朱朱 你们随便你 可劲也 好不好 那个图 贵子 过来见过你贺民哥哥 发什么梦哪 算别人不认识了 小时候问你不玩得多费大 现在小不点都长得大姑娘了 贺民哥好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小姐 来来来 来来来 你说你这早些天回来多好 真敢咱老战友聚会 就是别补上啊 一醉方休 好 来来来 满上满上满上 怎么样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不走了 我已经把公司从美国搬回来了 就在北京待着 还是回家的感觉好啊 那太好了 那以后咱就跟在部队红团是一样啊 你拉琴我唱歌 班长拉琴我唱歌 歌声朗朗向小河 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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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这生活 来来来来来 在国外他就想着回来 可是公司的事情一直放不下 会拿大学笔以后就坚持要回国发展 这才说动这老东西 国外条件再好 他比不上咱们国内亲切是不是 那当然 尤其是咱们北京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北京 对了 《离谷一》还有首歌 是 家家 走遍了 南北西东也到过了 许多名城 静静地想一想 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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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赶紧吃 来来来来来 要我说这个会那还真是挺另类的啊 现在这年轻人 那家里别说有海外关系 就是没有任个亲近 那也要出国不可 像会那这样 学业有成又回国的 真的是不多 赫鸣真是一表人才啊 现在该成家了吧 你别提这个 一提呀我就心烦 大学毕业以后啊 忙于工作 从来就没认真地谈过恋爱 他小时候啊 在班里跑步最快 可现在在这方面 那我看是最落后的 你也不能这么说啊对不对 像刘翔博尔特跑都挺快的 不也单着呢 刘翔不是和那个东娜好了吗 嫂子你还够八卦了呢 那你们家卓慧呢 是不是也还闲着呢 来 吃菜 吃菜 来 吃菜 上车 上车 不如我踩了没用啊 怎么办怎么办 快点怎么办 拉手下 爸妈 我少不了了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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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怎么办啊 快呢猛虹人 走 行了 差不多了 真的啊 嗯 太后 对了这什么原因啊 怎么跟你说呢 通俗点反正就是 创线了 懂不懂 你连这一车都回羞 那太牛了吧 凑合吧 这谁车呀 这个 我的车呀 不管别人介绍 怎么样 拉风吧 我告诉你啊 通过这件事 你得明白两个道理 知道吗 第一 还没学会走呢 就先别想着飞 第二 这个线路搭在不该搭的地方 就跟人开了不该开的车一样 早晚得出事 我走了 对了 咱们谢谢你啊 咱不用谢你 对了 赶紧该是谁的房给谁 我告诉你这车都不让上路 你非要开也没问题 给你爸爸妈妈倒个底吧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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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瞧 你瞧你这表情多大个事儿 你至于的嘛 行行行行 我我我我我我以后注意 注意啊 这事儿我注意 注意什么呀 小阿姨 您您这顾我你别小提大做了 这有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这你得理解我 不就是我们老战友多年不见面了 我就多喝了几杯我高兴啊 是不是 那你你总不至于让我戒酒吧 谁说你喝酒的事儿了 你真是老糊涂了你 那你你什么意思 刚才在餐桌上 你的老战友还有他老婆 那话里话外的你没听出来吗 拼命地要把他女儿卓会纳 和咱们贺明撮合在一起 什么 那是好事啊 你不是正为那贺明的事儿着急呢吗 多于一种选择 又是不好啊 要说你就是个木头酒坛子 你看啊 他们家条件确实不错 有钱人对吧 咱们呢 咱们是知识分子啊 对吧 他们两个将来要是好了 结了婚在一起 那 那两家的气氛能融合在一起吗 你看刚才说话 三句话里面带个钱字 钱钱钱 难道钱就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们又不是过不下去日子 是 明白了老板 你 你这真不愧是哲学教授 你那逻辑就是知识分子 就不能要钱 要钱的看见没知识 是不是 行了 我跟 我以后跟他们保持距离 这总可以了吧 没一句话你能说到点上的 正常的社交距离就可以了 嗯嗯嗯 好 好 那个 说会难难的 不是 我渴 渴 渴 谁叫你喝那么多酒 渴死你了 是 我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 您说的话上纸 好了 拜拜 不是 你说这种轮番轰炸谁受得了呀 上午是我姨妈 这会儿又是我哥 他们俩放在一起 什么手榴弹和冲锋枪啊 都二人十色 他们这不是为你好啊 别神在福中不知福啊 这我明白 可是我不是小孩子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还对你们家那个疯 你别跟我点 你说那个时候曹操啊 身上是不是放什么气听器了 否则为什么别人一说的坏 他就马上出现呢 怎么了 你先上我等我 好吧好吧 那你跟人家好好地聊一聊啊 我先上去了 说吧 说吧 再有什么事 我 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了 放短信也不回 所以我就 那现在不是见到了吗 有什么话啊 当面说一样 你才是个人家 我还是在家里面 我还是在家里面 你觉得我这些人 我现在是在家里面 我现在要在家里面 都会有什么事 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人 你为什么要知道 喂 什么事啊 我不太舒服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已经两个月没有来大姨妈了 我是不是怀孕了呀 怀孕 大姐你能不能小点是你在公司呢 这事我也不敢跟别人说呀 我也没告诉冯小春 我也没告诉冯小春 不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呀 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责任好吗 不是 他让我吃药 我怕胖 你怎么没吃呀 胃部安全期不会有问题的 那 那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查一查吧 不要 我们两个人 要不先买烟鱼棒试一试吧 如果重我们再去医院 那要是真怀了怎么办 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先试一试再说吧 我们两个人约一会儿见面啊 就这么定了 行 我去找你吧 你说你在哪儿烟不行 你非得开个房 那楼下钱的人怎么看咱俩 还以为咱俩怎么 怕什么呀 我不是紧张吗 再加上车又没有人 干坏事 听我个干坏事的样子呀 还笑呢你 赶紧的吧 就事就事 赶紧的吧 你赶紧的吧 你拿出来啊 那个 亲爱的 我麻烦你了 干嘛 你就帮我一个忙吧 就这一次 什么意思啊 就去帮我 买一个东西 好不好呀 你没买呀 我没买呀 你为什么不买呀 你自个儿用的东西买去呀 我不是北京人吗 这离我们家多近呢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儿时出门帮到熟人了呢 他儿时告诉我姨妈呢 他女妈肯定会高血压 你也知道我哥那皮 多火爆呀 行了 你哥有火爆 那全世界男人 都是火烧桶啊 这么嬉皮笑脸呢 我真拿你没折了我都 讨厌死你了 赶紧早回啊 讨厌死你了 快点啊 这行 别干了 你脸皮不好 那我脸皮也没那么厚啊 我们家苏静呢 劳模就是劳模 你看笔呀本子呀 都随身携带 怎么还写上呢 你写什么呢 亲爱的 都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呢 就是那个没有人 你才没有人呢 我走了啊 别别别走 你再买一个东西 不是你呢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又让我买避运的 又要买艳运的 我 我一个大姑娘家 要得我情何以堪呀 你又 你又不是不了解 冯小春那个人 她一介书生的 惊高 她从来不肯去这些地方 每次都让我吃药 那我不是怕胖吗 反正你都去买 你就是没帮我买了 不对 我保证 我保证下次我去昌平 我自己打一车 我自己去买 我告诉你没下次啊 快去吧 送我吃饭 必须的 要顿 必须的 等着我 再见 李婷在吗 李婷 来了 对了 有西瓜双吗 我儿子贺明啊 可能是工作太忙 那边上火 再推荐点别的药 好嘞 对 正好 你帮我看一下 这是啥药啊 你眼神好 快帮我看看 啥药啊 艳运班 安全套 谁的呀 那你问我 干吗呀这是 您要多少 两盒 一共是一百一十六 来 不用找了 来 来 余思 妈 干吗去啊 我出去一趟 马上回来 你知道妈刚才在药店里 你看见谁了吗 谁啊 上次跟你相亲的那个余思 她呀 苏靳不是 余思生病了 她生病 你知道她跑到药店里去买什么 验运班 避孕套 一买都买两个 现在这种女孩子真是千万不能沾 尤其是外地的 一旦沾上啊 甩都甩不掉 真是造孽 好了 早去早回啊 来了来了来了 坐回来了 辛苦你了 你受累了 快快快 快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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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裤了啊 亲爱的 你干吗 干吗买两盒 你让我试多少次啊 来 跟你说话呢 你知道我刚才碰到谁了吗 谁啊 张鹤鸣她妈妈 我也太巧了吧 能她认出你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 我戴着帽子呢 烦死了 都是因为你 是是是 这次都是我不好 我向你赔罪 我们家亲爱的对我最好了 要不这样吧 反正多一盒 又不要钱 你给我一块试吧 我 我又没话用 我试什么呀 怕什么 试试玩呗 走吧 一起来 亲爱的 你说哪一根是我的呀 这还有响吗 这两道杆是你的呀 妈 我真的好开心呀 可以当干妈了 不是说月经骨条 不容易怀孕吗 我怎么就中标了呢 我 你别说 这一提花有点 有点合心 这么快呀 估计有两个月了 那赶紧告诉孩子她爸呀 那我请啊 这事不准告诉范晓春 我不太想让这个孩子 我 你为什么不要啊 我都已经跟她说好了 同意她再去考一次研究 这时候告诉她我怀孕了 感觉我是故意的 她考不上会挂我一辈子的 不是你之前不同意她考研吗 什么时候又反悔了 她想考就让她考吧 她跟我说 这是她目前为止 唯一想做和能做的事 那这你自个儿想好吧 这也不耽误你生孩子呀 反正你们家条件还不错 你哥那么好 让你哥哥待呗 我哥 不行不行不行 有什么不行的呀 你想啊 冯老春为什么要考研 就是因为 怕我们家里人瞧不起她呀 如果让我们家里人 来照顾这个孩子的话 她的自尊心放哪儿 你可真是我的大小姐 这个时候你还考虑她的自尊心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没想过你的宝宝呀 我不是想跟人家好吗 这时候我再想想 你替我保密啊 你真是个傻妞啊 老公 你怎么来了 你能做事 怎么了 问你个事 你是不是怀孕了 你妈跟你说的 对啊 她在药房见上你了 这你先听我解 不是 说明这事是真的了是不是 不是 我去药店是真的 但我没怀孕 我是帮余思买 你妈 没事 老公 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呀 到底怎么了 你说呀 你要是真怀孕了 我立马把你带回家见我妈去 可问题是你没怀孕 还得让我妈给撞上了 你说我妈只能以为你 我行为不检点 被人搞大肚子是吧 合着你急着把脸的跑过来 是兴生问罪的呀 当然不是啦 什么不是啊 我要是没怀孕 就是我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要是怀孕了 就是未婚先孕 反正我离拜里都不是人 你要是真怀孕了 这事就好办了 你知道吗 哪好办了呀 你刚才以为我怀孕的时候 你看那一张脸 是好办的脸吗 苏静 我跟你说 之前相亲那次 你就承心脑乱 对吧 完了这次你 我是真想赶紧把你 娶进家门去 可问题是我妈现在 对你一点好影响都没有了 你说我家在中间 我怎么办呀 你说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反正就是我错了 我错在 我就不应该是外地人 我就不应该看上 你这个北京人 这跟北京外地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啊 看你这张脸 站住 你好 谢谢你这个 怎么了 算我们担演的 唉 那么多信息你都不看呀 不赚钱过日子了 不想看 看就生气 干吗 生小春的气啊 我现在流的泪和汗 就是当您找男朋友的时候 脑子里进的水 那个事 你不打算跟小春说了 我跟她说什么呀 她说同意了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她没有工作了 我想正常死亡 不想让我 让我姨妈和我哥的口水 把我给淹死 她说不同意 我说了也白说 那你打算 打算什么呀 我这算盘珠子 没拨弄两下 珠子都已经散一地了 心里烦 什么也不知道我 你说我天天给人设计婚衫 我自己倒穿不上 还是小的时候好 什么都不用穿 就穿一小裤衩就行啊 你现在连小裤衩都不用穿 我 行了 你快坐下吧 我也烦死了 我看出来了 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说怎么了 我我就是公司上的事 跟你不一样 得了吧妞 我还不了解你 工作上的事 能把你折磨成这样 别让公事 为你家张鹤铭背黑锅 不过你得催催催催催 你们俩赶紧的 这图纸我画好多久了 再放就烂了 还不是因为你 那天我给你买那个东西 他妈看见了 回去就给张鹤铭搞黑妆 那就是张鹤铭的不是了 他怎么能这个时候 不向着你呢 你将来要嫁给他 你得吃多少哑不亏啊 是不是啊 说的就是了 闺蜜是什么 闺蜜就得关键时候 我跟你站在同一个战线 然后一致对外 必须的 必须的 这事他必须给你道歉 他要不来找你 我就找他去 他跟我道歉 母猪都能上述了 没可能啊 必须道歉 谁都别上述了 多累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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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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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几句话 我说完你就走 你说吧 你 不是 那个 你说不说啊 你不说我走了 说 说 说 你弄得我都不会说了弄 就是 当时我知道你怀孕的时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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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怀孕 我以为你怀孕的时候 我态度确实不好 但是我当时也确实 有点着急了 所以呢 我在这儿向你道歉 真的 同时 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想不想信 不想信 我就知道你不想信 但是我也得告诉你 我要升职加薪了 恭喜你啊 不客气 关我什么事啊 怎么不关你事啊 对 关我事 确实关我事 对啊 你升职了 那我就更配不上你了 对吧 飞机人 我怎么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我知道 你呢 已经等不了了 我也一样啊 你如果天天跟我妈这儿 打游击的生活 我也受不了吗 但是如果 我这么劈头盖眼的 直接跟她说 她肯定受不了 所以呢 现在不一样 我马上升职加薪了 这样 我不仅在家里有话语权 而且 我还能给你更好的胜利 一举两得 说得真好 不是 好吧 我 我保证 短时间内 我一定拿下我妈 让你光明正大的 攻入我们家城池 谁要攻入你们家城池啊 说得我求之不得一呀 这不是怎么吃错药了我 怎么老说错话呀 来 重来 我保证 短时间内 我 我 我死里白咧的 会求你下降到我们家行不行 好 好 不赖呀 好 好 干嘛 我的女人 你的女人 好了 你们俩很好就放心了 我走了 回家去吧 姐们 谢谢 有声说话 放心 走了 你的孩子啊 这不怎么是我的孩子呢 不是你的孩子 你说什么话呀 咱爸还没说话 你不是他女人吗 晚上来逛街吗 快 快